警方从卡车内搬出来的可不是面粉 而是相信可以制作成毒品K他命的原料 这批超过19公吨重 总值大约2亿9千万令吉的毒品原料 更要动用5辆警用卡车才能运回警局 警方是在昨天下午5点 假扮成买家与36岁的印度籍男子交易 当场逮捕他归案 并起货10公斤重的K他命粉 三小时后警方在突击雪州万脑一间店铺 成功起货大批毒品 这些原料分别装在塑料糖袋内 分别25公斤或者是5公斤重 这些毒品都是在今年5月从印度运入大马 警方先后扣查两名嫌犯 正追查其他同党下落